少强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 现在25岁 我们那里孩子结婚的时候 都流行给盖房子 少强15岁的时候 家里就在他家后院 给他盖好了两层楼房 非常气派 说起来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少强跟我的年龄一般大 在我们18岁的时候 他就因为成绩不好 下学打工了 而我这些年一直在上学 听说他是跟他的叔叔 在外地工地上上班的 一个月工资能拿到15000 这让我们家非常羡慕 我父亲觉得 他们家小孩这么小 就能出去挣钱了 而我们家小孩和他一般大 却只知道花钱 所以我每次回来都安慰父母 跟他们说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放心吧 就在我上大事的那一年 我的妈妈无意中和我打个电话 告诉了我少强已经结婚了 这让我非常惊讶 什么他都已经结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我大学都没毕业 他都结婚了 等我结婚的时候 他孩子岂不是都要会打酱油了 我自嘲地说道 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大学成绩 也是一般般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娶到一个老婆 少强结婚后 他老婆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让少强他们一家 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他们家在我们那里 本就是单门小信 所以很想生个儿子 可偏偏就生了个女儿 所以他们一家人对少强的老婆都有意见 听我妈说 他们有时候半夜都在吵架 五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有的时候村长都跑过来劝架 他们一家为了生了女儿的事 一直闹得不可开交 承认我们整个村的笑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生男生女都一样 哪有什么生了女儿就天天吵架的事情 真搞不懂他家人咋想的 村里人经常都在议论 少强的日子肯定过不长久 就要和他老婆离婚 没想到还真被村里人说中了 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少强就和他老婆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 他们两家还大打出手 甚至少强的头都被他老婆用钻头给砸烂了 在医院缝了好多针 住了几天的院 而且少强离婚后 他的前妻还把孩子留给了少强 村里人原本以为 少强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家里条件又不好 而且还带了一个孩子 以后很难再娶到老婆了 所以没想到才过去一年的时间 少强竟然又结婚 娶的是我们隔壁村的一个寡妇 村里人都夸少强 没想到这小伙子挺有本事的 又找到老婆了 可是没过多久 两个人又天天吵架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寡妇虽然丈夫死了 但她一直念叨丈夫 让少强很是生气 讲又不听 所以天天吵架 而且这个寡妇还有洁癖 经常不让少强碰她 少强觉得一个大男人娶老婆回来 竟然不让碰是很是郁闷 还动手打过寡妇几次 所以不久后 少强又和这个寡妇离婚了 过年后我回家了 看到少强得知我还没结婚的消息时 少强说 我都接了两次了 你居然还没结 上学就是好 对了 找老婆结婚的时候 一定想好了再结 不要跟我一样 娶了两个老婆都离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